我是一個完整的女生 當對方喜歡我的時候 她究竟是在喜歡我男生的身體 喜歡我女生的外表 還是喜歡什麼呢 我作為一個跨識別 緣分是特別難的 我剛剛做完手術 兩個月左右 剛好有個朋友家裡有個聚會 她突然間有這個女生走過來 她說讚我漂亮 她又不是讚了一次 她又讚了好幾次 你很漂亮啊 你很漂亮啊 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 我是問朋友 為什麼這麼漂亮 沒見過的 然後他們跟我說 她剛剛做完手術 我就說不可能 這麼漂亮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就知道了 因為這一刻 我都愛自己了 我可以去 愛我身邊的人 所以我覺得 是很明瞭的 整個聖意子 我喜歡她 是因為 作為一個人 我不會因為她 有些人工製造出來的東西 而不喜歡她 其實最初都有想過放棄的 因為我知道她家人很強烈反對 但這個女朋友真的很難得 她對我真的很好 如果突然間突然霸鑊 我可以穿回她的頭 穿回她的男裝衣服 都可以扮一下男生的 不需要 我只會承認 然後我會跟她們說 是的 但她是我真的很喜歡的人 你跟她不會長久的 或者 其實自己根本就不是喜歡女生 為什麼要跟你一起 說會實說 我只會覺得 如果你說得出的話 你只是妒忌我 當你喜歡一個人 你都不會再去想那麼多 即使是 最後是 不成功的 最後是沒有了 但我覺得這幾年 是不會後悔 就是我生日 她送了一隻戒指給我 我自己很驚訝 戒指是一種身份的確定 因為香港沒有結婚 香港這麼大的地方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可能性 我覺得 會死到一條 一定會找到 出口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又沒有說 有一個很明確的 十年計劃 暫時都是見步行步 但我覺得 只要我們兩個 真心相愛 其實 很容易就能克服困難